红绳一带 谁也不爱 兰博拿起弓箭 趁敌人不被救使一箭 接着又迅速隐藏 利用泥土掩盖 在第二名士兵未察觉的情况下 过端出击 就这样他们被兰博一点点吞噬着 敌人开始不停地增援 撤退时 兰博看到了地上的母鸡 灵感瞬间上头 大批士兵很快冲进了一片芦苇丛中 看到血迹 摸排了过去 刚发现一只死鸡与油桶 还没反应过来 兰博就点燃了芦苇 大伙很快就将他们吞没 随后兰博站在远处 装上带有火药的箭头 对着目标精准射出 紧接着就是第二发 最后两发 毁掉所有卡车 兰博撤到一处瀑布前 好巧不巧地被敌人发现 他利用娴熟的走位 成功废掉了对方一锁子子弹后 立刻架起弓箭 愤怒拉满 对着杀害自己女人的敌人射击 此时 一架俄军直升机赶来 迅速丢下一枚炮弹 兰博健壮 纵身跃起跳向水里 整座大山陷入火海之中 机里的敌人对着水面开始扫射 一通火力过后 低空查看时 被突然窜出的兰博一把抓下 冲进机舱与另一名壮汉展开肉搏 一番对决 壮汉还是被激高一筹的兰博送下了飞机 驾驶员健壮 忍之虚地自己跳向了外面 兰博接过直升机一路杀回了敌军基地 开始了一番狂轰烂炸 煞尸尖炮火连天 随后走下飞机 拿起了大波罗 对着敌人展开火力输出 将所有战斧解救出来 免护之下 所有人登上了直升机 可刚起飞不久 那名中尉驾驶着战斗机追了上来 一炮就将兰博的直升机尾部射坏 大量浓烟冒起 接着又是第二炮射出 烟雾散去 中尉发现水面上兰博的直升机 刚靠近查看 兰博扛着火箭炮突然起身 就这样 他带着战俘们成功返回基地 拿着大波罗愤怒地走进指挥部 对着设备疯狂发泄着心中的怒 摊唱淋漓的扫射过后 又来到离侧的办公室 不听总指挥的解释 从腰间掏出兰博刀 将他安在了桌子上 在最后一刻他还是恢复了理智 将刀钉在了一旁 至此 兰博英勇的表现 让他获得了赦免 开始了接下来的人生